喝雷茶是桃园 原江两岸百姓的独特饮食风俗 驻车在湖南常德桃园县桃花园景区 一定要品尝一下地道的桃园雷茶 雷茶必须趁热喝 味道是辣辣的 香香的 咸咸的 搭配一桌小吃 盘盘叠叠 满满当当 真是流光溢彩的模样 有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端不出来的地方特色 满桌的大小菜肴足足有35种之多 对呀 你们呢 你们也是啊 我们就是奔着特色来的 但是我们只有两个人啊 因为好奇茶是怎么雷的 店家立马掩饰起来 你这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我给你抓住啊 啊 等一下我给你抓住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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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米生姜都在烧到里面 生姜大米花生芝麻 大米生姜花生芝麻 黄豆 牛豆 绿豆 多多种多 厚 comoeb这样扎 这样就 ok 就是这样 赚板了 赚板的酸不动よ程 你看到 30多年了. 三十多年啊 好像比较正ífic的啦 哦 这样 那行吗 可以啊 这个都是吗 哦 这么多 哦 天呐 相当于是五个人的分量是不是 哦 相当于是五个人的分量 海带 这是豆子 哦 这是萝卜吧 不像萝卜 地瓜 哦 这个是炸的那个 这泽耳根 玉米 炖干 花菜 鸡翅 鸡翅 这个是什么 萝卜一个 你先赶快尝一个 萝卜一个 泡菜 瓜子 毛豆 这是炸的什么 这是红椒 萝卜干 这个是红薯的我吃了 这小鱼干 这个是凉拌的姜豆 花生米 还有爆米花 我先抓一口爆米花吃 这哪几盒有点好吃 红椒 海带 好了 这一圈 然后这个 水饺鸡蛋 花卷 点白菜 这个是什么饼饼 这个是什么饼饼啊 还不知道 还有这个汤圆 甜的 我尝一下 这有多少个品种啊 我还没有数清呢 再重新数 34 有34个品种 还有茶呢 还有茶没有上 我想我先吃哪个呢 我先吃个甜的吧 嗯 再来这个 有炸的 有炸的 香花 有炸的 香花 我们这里叫羊花 也叫炸菜 炸菜 它是 应该是果内有这个半叶炸了 叶子炸的 油炸的 油炸的 我再尝尝这个水饺 很香的 很香的 和我包的味道不一样 很好吃的 比较好我的口味 就是炒的那个和粉的味道 这个呢 这个呢 这几个的妈妈 刚才那个是本地人吗 对 刚才他们是本地的 嗯 他们说这比较正宗 这个是腊肉 姜豆干 姜豆干干 我尝一根 姜豆蛮好吃的 这个呢 这个就是萝卜吗 嗯 清水萝卜 嗯 我觉得它这个萝卜还挺好吃的 嗯 这就是擂茶 这擂茶哈 这是甜的吗 这是咸的 这是咸的哈 我少倒点 少倒点 少倒点 没事没事 大米 有芝麻 有花生 有茶叶 有生姜 生姜 有黄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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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雷茶 是 早中晚 什么时间吃是 最有 什么时候都可以 晚上下午多 啊 一般你们到这边来吃的是 什么时间来吃的最多 下午 就是 6点 下午6点 一般吃到几点 吃到10点 从6点吃到10点 哦 从6点吃到10点 那我吃了几点比较合适啊 今天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老家是哪里的 老家 嗯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 成都过来的 嗯 坐下一起吃嘛 嗯 坐下一起吃嘛 不是可以 嗯 嗯 点点 啊 哦 这是创始人了哈 哦 我还说坐在一起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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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哈 哦 一直都是在这个地方吗 老婆 嗯 老婆 老婆 嗯 这个是二店 还有总店 是吧 总店 三店 哦 都是连锁店了哈 连锁店 慢点 要慢慢吃 嗯 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 很好吃 味道挺好的 嗯 这应该是本地的那个比较有特色的小吃了哈 特色的 嗯 很有特色的 看我们今天还是找对地方了 嗯 嗯 家乡里的味道 骨子里的香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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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